啊哈哈哈狼来喽 各位火腿老爷大家好 我是bd6mm 很多火腿老爷私信我想看狼 今天我就为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映入老爷们法眼的是狼的背面 为蓝色的散热器完美解决了 狼在100瓦发射功率下的散热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天线 还是传统的端溃入式 20米的阵子通过匹配器连接到了狼上 另一端甩到了10米的支撑杆上 从这个角度看 这条杆子比太行山还要高 杆子越高发射越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狼的接收效果 这次我用的是30安时的锂电池 为狼保障充足的能源供应 下面请火腿老爷们听一下是谁在频率上呼叫吧 没错这是陕西的bravo hotel 9 查理阿尔法正在呼叫 他的信号正好 转下频率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电台 狼的操作非常方便 只要在屏谱上看到信号 手指轻轻一点 频率就可以过去 这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体验和操作 我看一看P30000的设备 三大约八亩参线 给到我们是100个瓦尺 他说是不是正确 我说你考虑的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您的这个是一个机体台吗 什么地方的机体台 我说 哎呀对的是机体台 是机体台 Bruv Yankee 6 Delta X 这是我们的呼号 我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大位于河北 安徽省河北市的中国科大的 这个学生业余无线电协会的机体电台 Bruv Yankee 6 Delta X 我是现在的操作员 Bruvo Hokel 6R201系统 DX6 AIP 我记得之前野家的时候 我用个人的呼号 跟您是有过通缘的记录到外 好完全靠背了 刚才你说 这个白色的盒子里面 就是端窥天线适配器 它可以使镇子匹配到 各个需要工作的短波波段 下面我们再去40米波段 看看有没有电台 噪音非常大 平谱很平坦 很直观就能看出来 没电台在通联 再到15米远程波段上 看一看吧 21200附近 有很多电台在通联 听语音判断 应该是小日子那边的信号 在英国有句老话怎么说 所以我们再切换到10米波段 听听吧 10米波段是个很神奇的波段 在太阳黑子活跃的高发期 只要稍微小一点的功率 就可以通遍全球 29.6附近的调平模式 应该有电台 我们切换过去 摸了个去 又是小日子们的信号 这可如何是好 还是再切回20米波段吧 咦 看哪 在屏幕上方 有个喜欢电台的小动物 他正在手听老爷们的通联 你现在到处乱爬 是不是想把我的狼咬上一口 走开 看哪 这个小家伙又跑到了那里 他正在静静的手听着老爷们的通联 一说你就跑 害羞了 到处跑 藏起来 二十米的端贵 给您光临还是一百个五十瓦特 OK 烤费了 效果非常棒 这两个人面对面聊天 而且很大 这么美的 烤费了 烤费了 对对对 我后来 我今天下午和您通联完之后 我后来我一看 走一夜 然后您一直在直播 好像在烤费 是的 我刚那会儿和周军一样 我们一起聊天 烤费了 烤费了 好了 各位火腿老爷 如果您喜欢 请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 盼望得到您的三连支持 我是您的老朋友 BD6 MM73 再会